可这上面不是我们的名字啊 所以 我才问你们是不是真心相爱呀 来来来 把你们的手伸过来 他们是真心相爱的 永生永世都不愿分离的爱人 请让他们同生共死 这下可好了 我也算是 放下了心头的一点负担 彼岸花会指引你们 找到地府的 你手疼不疼吗 不疼 忘了说了 刚才天色暗了 不过是地府开过一次门 这里是无始无终的 和人间可不一样啊 我们命可真好 在这黄泉路上也能遇到贵人 快走吧 白玉还等着我们的消息呢 不可能没有啊 乾坤大法记载的都是最厉害的法术 怎么可能没有写让人还羊的事呢 我不信 我不信 看来看去我都看了三七五百二十一遍了 还是没有 我的妹怎么那么苦啊 白玉啊 白玉啊 吃点东西吧 都找了一上午了 肯定饿坏了吧 先吃点萝卜 我都快饿死嘞 哎 怎么样 书里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 呃 我不正在找着了吗 嗯 哎 哎 老爹 你看我这书里有好多养颜密集哦 咬到我乘上你两张啊 去 我要那个干什么 哎 桃花在的时候心绪还用得上 现在人都走了 我还要那个吗 哎呀呀呀呀 你看我这张嘴我逛这好吃 也不知道说两句好话 我想啊 这次等长老姐回来啊 我得先问一问 有没有桃花婶婶的消息哦 你就平吧 光会说 那怎么办啊 谁让老爹你对我这么好啊 天天都给我做胡萝卜吃哦 嗯 好啊 你要爱吃啊 我天天给你做 就当多养个闺女了 好哎 那我以后就是有娘家的人了哦 那还不叫人 爹 再叫一遍 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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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 表面上装着没什么事 可这三天一闪就过去了 这都成我闺女了 万一 万一嫦娥和后裔要是救不回她的命 那我怎么向吴刚交代呀 不行 不行 不然 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死呢 我不相信 白玉 你在里头吗 爹啊 我在里面 我都快睡着了 闺女啊 我是想跟你问问清楚啊 那乾坤大法里头 找没找到什么好办法呀 你 爹 嗯 你就放心吧 就算书上没有 我也自有办法的 白玉啊 你现在是我闺女了 你就不能跟老头子说句实话吗 我知道 乾坤大法也不是万能的 可是闺女啊 爹不是干涉你的感情 可你自己也得 爹 你放心吧 我会跟吴刚哥哥说的 我会跟吴刚哥哥说的 那你什么时候去说呀 这事可不能耽搁了呀 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还能不上心吗 你就不要担心了 明儿一早我就去跟吴刚哥哥说清楚 不认识 这闺女的事 就是我的事 我现在就得找吴刚哥哥 我去说说 我乖 来 小哥 麻烦您给通报一声 我见一下吴刚大将军 这种事儿啊 我们大将军日礼万机的 是你随便见的吗 我一定得见着他 我今天可有急事 麻烦您通报一下 不行 这一点小意思 麻烦您给通报一下 我们大将军正在午休啊 你改天再来吧 我有急事要找他 谢谢您了 我都说了不行 你 吴刚 你喊什么 吴刚 你快出来 你干什么 吴刚 别让让 吴刚 干什么 吴刚 你快出来 怎么回事 这不老爹吗 快请进 好好好 谢谢啊 吴刚 吴刚 老爹 吴刚 你们回来了 白玉呢 白玉人呢 他怎么没来找我 都回来了 都回来了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昨天才去你们家看过 你们家里都没有人 长安后裔呢 那 那什么 嫦娥和后裔 路上有事 要去办事 隔两天就回来 隔 隔两天就回来了 老爹 你们该不会也是被人家踢下来的吧 你 你 你别管这些了 我今天来是跟你谈正经事 你 乌刚啊 要是明天 白玉一早来找你 不管他说什么 你千万不要相信啊 你 你 你就记住一件事 你一定要先发制人 你呀 你就提 你就说马上跟他成亲啊 马上跟他成亲 我到底要不要去见他呢 我这个鬼样子肯定会吓着他的 他自己回来居然都没想起来找我 这种人不值得见 怎么能怪吴冈哥哥呢 吴冈哥哥是大将军 每天为了辅佐大帅 有很多公务要忙啊 我还为这种事情跟他发小脾气 这不是为难吴冈哥哥忙啊 还是不能见 对 不能见 我觉得是为了你好 只要你问一句 只要你关心我一句 没准我就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你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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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不能见你 不能见哪 你能逃过我就舍不得死了 不能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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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见哪 白玉姑娘 你回来了 老爹他刚进去 他怎么来了 老爹保佑我 他可千万不要给吴冈哥哥乱说什么呀 老爹 为什么我不能信白玉的话 你就不要问为什么 反正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嘛 好好好 那我就不信他的话 老爹 白玉是不是有调皮捣蛋 惹什么麻烦了 白玉是个好姑娘 吴冈哥 你是不是不想和白玉成亲了 我没有不想和白玉成亲 但也犯不着那么仓促吧 这怎么叫仓促啊 你想想白玉对你好不好啊 这么多年 他是不是始终对你 无微不至 一心一意 至死不渝 你们现在不成亲 还准备等到什么时候啊 老爹 我知道白玉对我很好 可我对白玉也不错啊 我们不要在这里 讨论这件事情好不好 我保证 我一定会和白玉成亲的 可是你这拖来拖去 要拖到什么时候啊 我告诉你啊 不能再拖了 再拖就来不及了 那至少也应该等 嫦娥跟后裔他们回来吧 现在大顺才刚即位 我手头上很忙的 武刚 少拿你什么大将军啊 什么功夫缠身来敷衍我 我告诉你 三天之内 不 就这两天 你必须和白玉成亲 不成亲你就不是人 别听他胡说八道 白玉 你老实跟我说 怎么了 老爹他在天界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为什么老说一些奇怪的话 说什么三天之内 我不和你成亲 我就不是人 老爹你还不知道吗 说话动不动就不着调 我哪有啊 我那是 那是那是那是什么呀 你那肯定是大中午睡觉 睡迷糊了 没事跟武刚哥哥瞎说什么呀 赶紧回家去 我还没了 爹 白玉啊 我不能看着你毁了你自己呀 爹 如果你真当我是闺女 就信我这一回 这事我能自己解决 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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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刚哥哥 白玉 白玉 你在天界的时候 跑到哪儿去了 我到处找都找不到你 你知不知道我担心死了 你真的担心我 我当然担心你 不然我担心谁啊 白玉 你相信我好不好 我真的不是不愿意 马上跟你成亲 但是最近 大顺刚刚登基 人家又发了大水 我真的有好多事情要忙 这样好不好 等我忙完这一段 我马上就跟你拜堂成亲 嗯 我明白的 我们要成亲 也不知道去这两天嘛 对嘛 老爹不知道怎么回事 好像中了邪一样 今天一来 让我马上跟你成亲 白玉 你相信我 到时候 我会给你一个 让你很满意的大婚婚礼 我要让你的嫁衣 比嫦娥的还要漂亮 好不好 嗯 好 五干哥哥 你下午准备干什么 下午 我还要去市集 教百姓们 遇到洪水时的自救方法 我还得交代一个事情 你怎么了 不开心啊 嗯 没有啊 五干哥哥 从今天起 就让我一直陪着你好不好 怎么了 才几天不见 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突然这么念我 白 白玉 不要在这里爆火呀 白玉 刚吃了碗面 我的腿脚又灵活多了 还好 这比天界的看守少多了 哪有看守啊 我怎么没看见看守 谁 谁 后裔嫦娥 贡公 贡公 是你啊 吴刚呢 吴刚在人界活得好好的 那我就放心了 那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因为吴刚的心上人白玉 白玉在天界被人给杀了 白玉死了 那我怎么没见他来这儿啊 白玉的魂魄在人间停留三天 我们下来是求阎王 看能不能让白玉复活的 求阎王 走 我带你们去 走 走 走 站住 封盟 你们也死了 太好了 封盟 我告诉你 你给我闪开 我们找的是阎王 你们找阎王 什么事儿 我们要救白玉的命 没工夫跟你啰嗦 快让我们进去 我就是不让你们进去 要不是你和吴刚 害死了丹珠殿下 丹珠就是天下公主 做大将军的就是我封盟 要不是丹珠殿下杀了我 害我的雄伟大业毁于一带 今天你们想在这儿救人 门都没有啊 就算丹珠不杀你 也会有人替天行道 你死一百遍也不会过 闪开 不闪开的话 我们用乾坤公了 我现在都已经是鬼了 我还怕你的乾坤公吗 你 有我在 想见阎王 做梦 吵什么吵 阎王 阎王 你们是谁啊 为何在此大声喧哗 我是后裔 我是嫦娥 我是嫦娥 你就是那个摄日英雄 失敬 失敬啊 客气了 下去吧 是 是这样的 我们有个朋友叫白玉 被人杀害了 求阎罗网开一面 救他一命 白玉 人界没有这个名字啊 这个说来话长 白玉本来是一只小白兔 受了太白进行的点拨 成了一个少女 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她本性善良 帮了很多的老百姓呢 天界公主想冒充嫦娥嫁给我 后来被白玉知道了 她敢来告诉我们 但是公主就把她杀害了 白玉本性善良 她死得冤枉 求阎王救她 真是可惜啊 这么一只无辜的小白兔 就这么死了 你们说 要我怎么办 听说帝府有生死部 只要改了生死部 就可以让人七死回生了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可是要拿到这东西 不太容易啊 走 你们跟我来 好 走 走 这么快天就黑了 白玉 你今天陪了我一整天 这可不像你啊 你不是常说 在这里办公没有意思吗 怎么今天有耐心 陪了我一整天啊 我突然发现啊 你办公的样子很是认真耶 看着你这么认真地 为百姓奔走 这样的日子啊 真的很有意思 真的啊 嗯 那好啊 等我把你娶回家以后 我保证你每一天 都会像今天这么有意思 不愿意了吧 你终于开口要娶我了 可惜我却不能继续 长久地陪着你 骗你的 等我把你娶回家以后 我一定会抽出更多的时间 来陪你 我还要把我们的婚礼 办得比后裔还要好 把我们的房间布置得 漂漂亮亮的 你不是喜欢漂亮吗 我就让老爹 多给你做几件衣裳 来 喂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 嗯 嗯 怎么了 累了 没有啊 我是在想啊 你是不是饿了 你想吃什么 我跟你做 你做 那我想一定是炒萝卜 会萝卜 会萝卜 那就一定是炖萝卜了 吴冠哥哥 难道你想陪我吃一辈子萝卜啊 可以啊 你以前不总是抱怨说 吃萝卜啊吃得烦死了 还说我不明白 为什么有人一辈子都想吃胡萝卜 可是你也说过 胡萝卜是你的命 那所以现在你就是我的命 放心 我会陪你吃一辈子胡萝卜的 好了 嫁给我 啊什么啊 吃钱不是因为我不肯 你老是催我吗 自从上次我被人 从天解踢回来以后 我才发现 原来我一天都不能没有你 我就好后悔 那个时候我为什么 不赶快跟你成亲呢 所以我就在想 就今天吧 答应我 嫁给我 不行 为什么 你不是说 要等胡义长安回来吗 真的要等啊 一定要等 肯定要等 成亲这么大的事情 一定要等他们回来 可也不知道他们干吗去了 这不是耽误我们俩的正事吗 他们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耽误了 我们就再等等看嘛 我还以为你很想成亲哪 谁说的 我才没有召集成亲呢 那是你自己说的啊 那把胡萝卜还给我 我说的 我怎么可能不想早一点嫁给你呢 可是我不能 如果长安后宜他们救不了我 怎么办 我不能连累你 五官哥哥 我真想以后每天都照顾你 每天都和你在一起 怎么了 我脸上沾到萝卜戏了吗 没有 没有啊 那 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这就行了 我说的 我说的 你不肯定都好 你不肯定了 真的吗 庄里 这是辑的 这怎么穿得过去呀 唐鹅 你过来看看 这哪儿过得去呀 来我试试 颜王 根本推不动啊 你是不是在耍我呀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也没有什么好讲的了 颜王 你别生气 我们是纠白玉心切 你别往心里去啊 这棵树到底什么来头啊 这棵桂树啊 五千年已落叶 等它落叶稀疏以后 才能进去 现在枝繁叶茂 谁都进不去 要不这样 你们在这儿等一等 等到它落叶以后 不就可以进去了吗 那 那现在离五千年 还有多少年 还有四千年 什么 四千年 这样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你们就留下来在这儿住 我包吃包住 只要你们有耐心 迟早这树叶灰落了 到时候你们不就可以 进去了吗 你们看行不行 当然不行了 三天之内要改不了生死簿 白玉就死定了 那我也没办法了 二位 我还有公墓在身 恕不奉陪了 阎翁 你今天还要忙军中事务啊 嗯 怎么了 今天可不可以不去啊 为什么 因为 今天是我生日 是我生日 真的 你的生日为什么不早说啊 那好 我今天把所有的事情 都交给别人去做 我陪你一整天 真的啊 真的 真的 你先把所有的事情 你想要什么礼物 告诉我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就想去 我们当初见面的小树林 小树林 都是些草啊树啊冷冷清清的 去那里干什么 我带你去买些胭脂花粉 把你好好地打奔一下 不要 我就是想去小树林 好 你想去小树林 我就带你去小树林 好吗 嗯 我是嫦娥 我知道 你要到黑山去娶我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我一眼就看穿了 你不是嫦娥 因为我叫无人贵 不叫无缸 你怪死了 不过我没有想到 你居然是一只 古灵精怪的小兔子 我这辈子真是幸运啊 上天不仅让我遇见你 还让我从兔子修炼成人 让我有机会可以接近你 你就是上天 送给我最好的礼物了 你知道吗 我有事也在常常想 哇 白玉就是上天赐给我最好的礼物 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想的 射金屋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的兄弟全都死光了 我的手臂断了 是你来救的我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在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娶你了 真的 真的 白玉 嫁给我 不要 为什么呀 武刚哥哥 谢谢你 我白玉这辈子能得到你的感情 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答应我 如果我死了 一定要把我埋在这里 白玉 你在说什么呢 好温暖 白玉 我真的好希望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一刻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永远这样抱在一起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片小树林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就是在这里 那个时候还真想不到 今天可以在这里抱着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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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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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乾坤坤有用没用 我们先试试 射 怎么回事啊 一动都被动了 后衣 嫦娥 这是什么呀 这是地府藏有的神具 神具 在地府搁着一直没人用 你拿着试试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树给拒倒了 能有用吗 我试试 这具真神了 我来帮你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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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成功了 怎么办 卡住了 再试试 这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 连我这秦广殿都给撼堵了 怎么神具也会断 那就是这桂树太厉害了 神具都对付不了它 那还有什么办法 看来只有等候四千年了 四千年 要不你们回去吧 至少还可以见白玉最后一面 你 你 以前觉得你的呼噜声音好吵啊 现在觉得这么好听 可惜我以后听不到了 干吗那么没有志气啊 不就是要死吗 死我不会夸你呼噜声音好听的 虽然不好听 可是听不到就很怀念 没有你的呼噜声 我在地府里也会睡不着的 我可不想一个人去地府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我想跟你一生一世在一起 我想跟你一生一世在一起 你 出来 你 你干嘛这样 人家还不是 怕你取唱鹅吗 我不想去地府 我想跟你在一起 一时五一时地在一起 走好啊 下次再来啊 回来了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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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不行啊 都是这个天界的什么公主 惹了这么多事 你说白玉这命也真是可怜 不行 我要让他们立马沉浸 就算救不回她的性命 起码我可以了了她的心愿呢 老爹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老爹 我的婚服做好没有 我告诉你们 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的点子 今天晚上我就要和白玉成亲 给她一个惊喜 本来我还想说 要不要再跟老爹商量一下 等你们两个回来以后再办 结果你们刚好就回来了 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就是今天晚上 只是 这几天啊 白玉像个影子一样 我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 刚开始我还以为我会不习惯 结果后来 这种感觉还是挺好的 嫦娥 那今天晚上的酒 就喝你家的了 记得带酒来啊 好了 我不跟你们多说了 我还得赶快回去布置 武刚 这事千万不能让白玉知道 好 小心啊 闭上眼睛 到底有什么惊喜呀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小心一点 好 好 站好 眼睛睁开 好 回头 白玉回头 后面有更好看的东西 白玉回头 走 我喜欢 我好喜欢哦 是你做的传单 当然是我做的 我真的好喜欢 其实啊 我上一次 去大金屋的时候 就说要给你做 那是我骗你的 但这次是真的 白玉 我们成情好不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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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喝酒喝酒 来 老爹 今天是我成亲的日子 你们也没有人 要恭喜我呀 我哥 恭喜你呀 来 兄弟 恭喜你 好 来 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 好 老爹真是厉害啊 才三天的时间 就把我的婚服做好了 你看这袖子 还有这领子 我也帮不了什么忙 也就只能做做喜福了 我今天好漂亮啊 我今天好漂亮啊 今天是我最漂亮的一天 白玉 朝姐啊 你说 我待会儿要不要把这簪子 插在头上啊 不用了 嗯 我也觉得 不要了 吴刚到 朝姐啊 你说这条项链 适不适合我戴啊 白玉 嘘 新娘来了 新娘来了 好漂亮啊 来 怎么样啊 看傻眼了吧 我今天是不是很漂亮 是不是很漂亮啊 到少爹给我做的衣服 给我做得好好看哦 你们都愣着干吗呀 坐啊坐啊坐啊 坐坐 不坐下来啊 坐啊 今天是我跟吴刚哥哥大喜的日子 我们这对新人要敬各位一杯哦 来 好 今天不醉不贵啊 来 干哦 来来来来 来 很多人都说啊 兔子命短 但是我不信 因为呀 只要我一见到他 就舍不得死了 今天是好日子 你说什么死不死的呀 乱讲 他啊 过去总是拿公物盲当理由 妥妥拉拉地不肯娶我 现在怎么样 后悔了吧 每天死缠烂打地追着我 想要娶我 对不对 当然对了 对 其实 摄日之后 夸孙公公苍九他们都死了 我常常会觉得一个人很孤独 长长的夜慢慢沉醉 冷冷的心点燃强碎 无奈让岁月堆积眼泪 你 妇留下心碎 偷留下心碎 抨起我的脸 泪光里倾热包线 泪光里倾热包线 放手的那一瞬间 洒下了思念 不要和我说再见 就算分别在明天 让悲伤我相拥无怨 和眼泪一起缠点 不要和我说再见 给我时间多一点 就让我最后再看一眼 迷惘的世界 感谢观看